应得混合建筑加上木造的整体造型 可以看见火车站历史悠久 虽然车站本身保存相当完整 但周围只有草地 没有任何公园或停车设施 让地方民众觉得相当可惜 我们来这里除了车站之外 我们就是在天使走路 走路因为它两边都没有树 有树的话就比较理想 树架的时候 那小孩三岁二三年 还有国家一二年 刚才一台游南车四五十个人 结果来吃饭丼 当时刚才这个时候吃饭丼 你知道吗 那里面吃几个 在他吃饭丼 来外面吃饭 我看来吃不甘 这是位在大甲区 大安西北的日南火车站 是超过八十年的历史老站 虽然被定为市定古迹 但却没有任何规划 因此市议员吴敏记 和文化局观光局前往会刊 希望在台铁配合下 能将火车站重新活化 日南火车站现在已经是 我们台中市的市定古迹 但是虽然是市定古迹 但是外面看起来 还真不行 我们中央没有重视 我们铁路观光 这一点我们希望 交通部能够赶快来改正 然后给铁路级相关的经费 来做这些事情 然后我们也请文化局 文资中心来 针对这个市定古迹的周边环境 跟这个古迹 把它列出一个清单 我们要结合在地的力量 把这边的特色做出来 办一些活动在这边 那当然该有的空间的规划 不管是绿美化 或者是停车空间 机车该怎么停 汽车怎么停 树怎么摘 花怎么种 然后有一些想法 文化局也提到古色古乡的火车站 虽然每天班次不多 但还是铁道迷必到之地 希望透过整体规划 重整四周环境 让古迹魅力带动地方观光发展 记者们欢迎台中长报导